你吃东西没有被噎到过 我小时候被噎到过一次 差点死了 最后被我爸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给救 上二年级的时候 我嘴里含了一个果冻 我妈在给一个阿姨在打电话 我想插一嘴 下把果冻吸到嗓子眼里了 当时一点气都传不过来 我妈一直拍我背 就怎么都拍不出来 最后我妈赶紧把我爸叫了过来 轻松两下就让那个义乌乌吐了出来 生活中像这种危险的因素随处可见 爸来演示一下那个当时你救我的伤害 没问题啊 给你当工具 他就在吃一个果冻 插嘴 他妈打电话 他也插嘴 要我 对这是一个被噎到的典型表现 微自首 这时候你要问他 你被噎到吗 急救法有一个小口诀 叫剪刀石头布 两指是在这个肚脐上方两指的地方 拿这个左手握拳 全心冲理 用右手护住这个拳头 嘱咐被救者身体前倾 然后你把你的右腿放在这个 被救者的两腿中间 这两个胳膊 快速的向后上方 冲击 你学会了吗 就这么简单 只发出去帮助更多的人